我是Sana 施康喬 今天我带了我第二首个人单曲《耳朵丸》送给你们 我发觉我耳朵丸 我发觉有小的心这么远 如果他感到快乐 但我和你也想当不错 《耳朵丸》是我第二首个人的派台作品 这首歌最初见到名字 我自己也觉得很搞笑 因为我自己没想过《耳朵丸》这个词也可以作为一个歌名 但之后我当然很好奇 因为它这个特别的名字 很好奇它的词究竟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里面是想说一个少女在面对感情的时候是有点疑惑 不知道究竟选哪个男孩好 因为有两个男孩都对他很好 开始很矛盾 内心很挣扎 我又觉得这个女孩真的很坏 怎么可以选择男孩的呢 应该是喜欢一个就一个 为什么要这么犹豫不决呢 但是因为这份词其实是周耀辉老师去写的 我当然是要买一问老师的意见 他很好就立刻录音给我 我就跟我解释其实这份歌词是想说 无论是爱情还是人生路上 都会遇到很多困难或者矛盾 这个时候你最重要就是要认识自己的内心 才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好 或者是爱情的选择也好 我听完之后其实是很感动的 我觉得我一直做音乐 其实都是想带一些正面的讯息给人家 而第一首初心就很明显是正能量的歌 第二首耳朵圆表面上好像也是爱情的歌曲 但是实际上都是想大家可以努力地追寻自己 以及认识更加多自己 这样的 我在很多访问上常常都说我自己耳朵硬 就是一个有少少固执的人 但是我后来仔细地想 我是一个都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 就是可能某些事情我很了解之后 我就很坚持 但是如果对一些可能我未知 或者未接触过 其实我也很容易听了别人的意见 就会相信那样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要去改善的一个缺点 就是不要那么容易耳朵远 大家